同学告诉我 这事被大家好知道以后 基本上是骂成一面 弄得家里人压力都很大 第一个原话就是男的 一个男士的 然后我一分钱不捐 我问为什么 然后呢 地底是如果捐的话 不值得同行 第二个电话就是 你叫这个女的 直接在骂脏话了 然后叫你 叫古人是死吧 他就挂机了 作为古兴城的老同学 他对古家很了解 依他看来 弟弟给亲哥哥捐膳 这是兄弟情深 毕竟古兴城重病缠身 只能换膳 就不管用什么方式 就是救命要紧 并且就是他弟弟 我们也个人感觉的话 他不傻 有没有那个迷失行为的话 还要他们鉴定 因为作为医生 或者怎么样 我的救命要紧 像古兴城现在等待的话 其实是用手指头来算 他的意志 这换肾可不是小事 医生也说 因为给别人捐肾 也就是自己 只有一个肾的人 生活质量 会受到很大影响 你比方说吧 受到某些病 清晰的时候 一个肾 解毒能力就差 容易得病 这里有一个统计 这种一个肾的人 在捐肾十年之后 患有肾病的概率 远远高于正常人 可是为了古兴城 活下去 古家人决定 让老四参加 智商鉴定 你知道你哥哥得的是 是什么病吗 肾病 肾病啊 肾 肾在哪儿啊 你知道吗 肾 肾在哪儿啊 肾在哪儿 你在这儿啊 肾 这谁告诉你的啊 我知道 他知道 你知道啊 那你知不知道 你捐肾了之后 自己会怎么样 如果要是告诉你 捐了肾之后 你身体可能不好 干不了什么活 你还愿意捐吗 愿意 为什么呀 我捐那个 面对记者的提问 古兴营 倒是很坦然的样子 而且似乎是 深思熟虑的结果 等在外面的老父亲 古良汉心里 他不是个滋味啊 面对记者呢 古良汉老人 头一次 受起了苦 他要是我的儿子 老四要是我的儿子 我要生心痛啊 但未来就 第二个儿子啊 我儿子呢 要病不得 是这样 知道吧 我要心痛 我的儿子呢 有病 要心痛 自己的 第四个儿子呢 来呢 受痛苦 来反给他 我要心痛啊 因为 手背 手心都是肉 哎呦 手心 手背 都是肉啊 哪个孩子 都是怀胎 十月 从小看到大 是不是 尤其对老儿子 眼看见他智商 有点缺陷 三十多岁了 还讨不得媳妇 如今 还要割掉一个肾 他当爹的 能不心疼吗 说着说着呢 老父亲在镜头前 是泪如雨下 的确 这么多天 家里人压力太大 眼看着家里人 折腾成这样 骨心平常夫妇 也心里难受 可是疾病无情 实在没办法 但是我也没有 强迫过弟弟 到目前为止 我还是那句话 我说弟弟 你不愿意 你可以放弃 你可以反悔 我也不会怪你的 我说 他还是那句话 我愿意 他说 你说他的行为 多让我感动 虽然不是 我自己的情人 可是我把它当情人 事到如今 只能看智商 鉴定的结果了 如果鉴定命通过 而且全家人 特别是捐献者 同意捐献 这个手术应该没啥问题 可是一旦对鉴定 没通过 非但手术做不了 甚至对于四弟 骨心营 都是一个伤害 我觉得也是很残忍一样 一个人好好的 要去鉴定什么的 对不起弟弟 那是 一个好的人 要去做什么 一个鉴定 那不是对 我觉得是 对他一种不尊重 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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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